那應該不能算是默契 而是一種狀態 就是在一個孤兒院裡面 從小一起長大 但因為我比他年長幾歲 所以會是一個照顧保護者的角色 到現場我對他 還有往大陸就會是 那樣子的情感投射 一切就會很自然而然的發生 我一直以來拍戲的 劇組都還算蠻幸運的 就是他的拍攝期 都是有點蠻照著順本拍 可能會有很多元素 可能需要亂就是時間走亂的 他真的很幸運 對對對 我很多戲都是照著順著劇本走著拍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其實都蠻幸運的 可以先從一開始的過月開始培養感情 然後好了 然後再一步一步的 然後慢慢走向我們這個劇本的後面 就有跟著劇本一起在長大的感覺 我覺得蠻難的 完全不同 對而且裡面沒有制服 而且我也沒有在擔心比較 因為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會拿來比較代表說大家都看過 也蠻好的 我有一點點擴大在0.5公分 所以是真的剪 不會啦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專業的 不是專業演員但我不是專業美髮 是是是所以他是專業演員就知道連戲問題都不會下台大刀這樣 哇我人生第一部戲演的就是美髮科的學生 但我那時候剪的都是假人頭 從那時候的手感 但我沒有把你當假人頭 我覺得戀愛就本身就是需要勇氣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本身就是你在決定要跟他談戀愛的時候就已經做了很多需要勇敢的決定 因為你知道跟這個人可能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多價值觀的改變 精神壓力等等 好或不好的結局都可能發生 所以我覺得在決定的時候就是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勇氣 對我來說戀愛的勇氣兩種不同層面 一種是兩情相悅的 你等於去進入另外一個人的世界 那哪些你們之間的價值觀 哪些你可以捨棄 哪些你不能妥協 到最後會是決定雙方能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並不是兩情相悅 你要怎麼有勇氣放下 然後去承認是不適合 或是承認對方並不愛你 我覺得這個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我的話我肯定是王大陸啦 因為我跟他認識今年有20年了 剛開始要拍戲其實是蠻尷尬的 好朋友突然要在一起演戲是非常的尷尬的一件事情 同時因為我們認識很久 我們家也住附近 所以我們都會 因為要拍這部戲 所以我們都會一起去注賽 一起去運動 一起討論劇本什麼什麼 無見好吧 因為他真的有一股邪美的氣質 跟那個腳本很適合 然後每次被他叮到 我都覺得 那麼舒服 雞皮疙瘩 還有那種寒氣都從背後上來 所以我每次見到他就是 遠遠和遠保持距離 我要換個說法呢 沒關係 沒有我覺得是 我個人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 世界上很少有東西 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意念 或者是執行能力 或者是做法 或是動力 但我覺得愛是可以讓你 不管是愛人 或是愛事情 都會讓你有一種魔力 就如果我現在做一個 我不是那麼愛的事業 我可能會覺得 哎呀就是完成就好 但如果我做一個 我很愛的東西 我就會 我不能只是完成 我要做到更好 或是我要達到我自己要求的 或是不 就不是只是達到大家要求的這樣 愛有一種讓人會 超出自己所能想像的能力 我剛剛跟他 有一點意見相左 是我覺得 愛情比較 就在我的觀念裡 它其實是一個基本能力 只是看我們有沒有去善用 如果用對了 那它的確就是超能力 對 可是不是說 只是選擇性的 誰能擁有誰能擁有 不是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能擁有 能平衡比較好 一直付出 沒有得到別人回報 跟一直得到別人回報 不懂得付出 我覺得都蠻可怕 我 好 你先 天啊 好 我覺得都有好壞 但我覺得 就是如果在這個過程 只講很單純的那個過程 給吧 我覺得我是服務型的人 可惡 對 就是我覺得我在給的時候 有時候會蠻快樂的 對方需要什麼時候 我感到很好的 給了三年 然後都沒有回應 哦 那個就不一樣了 他說的是雙方都已經處在一個很好的狀態的時候 給了對方一個什麼地方會很有 我自己會很有滿足感 就現在的我而言 我覺得還能在這邊宣傳電影跟拍電影我覺得就很幸福 過了這麼多年 高高低低什麼等等的遇到很多事情 真的讓我覺得就是拍戲是讓我覺得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如果還有戲拍 甚至是做一些幕後等等都可以 只要跟影視相關的 甚至是宣傳 我覺得都是一個 我覺得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現在變動很大的 世代裡面 你還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吃自己喜歡的食物 跟自己愛的人在一起 已經是莫大的幸福 這樣說起來我是時時刻刻的 我其實就是有在參與的過程 我可能出門前會覺得好煩哦 就是他們有時候公司要開會要討論劇本 我就出門前就覺得 我想再打一下電動或幹嘛的 那一坐下來就會開始逃逃不絕 心滿意就都回家 然後隔天時間到要開會就覺得好煩哦這樣子 沒有錯 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這個不是幸運嗎 是此生無憾 哦 哦哦哦 好啦 好 可以拍一下 很會交朋友 Vogue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仁東 在7月15號呢 會有一部很狂看電影 叫打奔提會在全台灣上映 暑假的第一天 是可以帶著身邊的愛人 家人朋友等等 所有人去看打奔提會讓你們找到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遺失的衝動 熱血 青春愛情 或者是你還正在進行的 都可以帶你們進去戲院看哦 沒錯 這部非典型的超級英雄電影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7月15日不要忘記哦 我長大以後 成了宇宙無敵超級勇敢的男生 你就嫁給我 好不好 好啊 為了你 我待ってみた 我是最勇敢的 穗空心 我 最勇敢的 我